捲起袖子 打上一針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 疫苗成了救命力器 而嬌生就研發出其中一支疫苗 加強美國最大的製藥公司 在去年底宣布公司要一分為二 江山擁有三大業務板塊 分別是佔比最高的製藥業務 其次是醫療設備以及消費者保健 製藥部門研發出新冠疫苗 癌症用藥等 消費者部門銷售的商品 包括泰諾藥品和防曬等眾多商品 現在嬌生計劃要在2023年11月之前 將旗下的消費者保健業務分拆出去 而華爾街對此並不驚訝 現在分別有很多意義 你會有兩家公司 有良好的金融和金融 去追求目標 在未來的項目 他們現在分別於消費商業 專家表示這能讓嬌生聚焦在消費者部門 也能注入新的行銷方式 分家對企業來說很常見 德國默克藥廠和美國藥廠裡來 以及輝瑞在過去五年都重整業務結構 將消費者部門分拆出去 要集中火力發展成長快速的藥品部門 而嬌生這回分拆可能吸引到不同的投資人 但也存在風險 除此之外嬌生過去幾年來訴訟纏身 包括被控助長類鴉片藥物氾濫 去年達成和解後 未來九年必須支付50億美元的和解金 嬌生的知名商品嬰兒爽身份 也被指控有致癌風險 2020年6月美國法院裁決要嬌生付出 21億美元賠償金 不過天價罰金對嬌生來說或許不算多 嬌生在2019年獲利超過150億美元 2020年則是147億美元 分析家則是表示 官司對嬌生不會帶來太大影響 我並不認為法律政策 會對公司的增長 我認為有可能性的危險 除了嬌生 日本電機大廠東芝公司 和美國工業巨擘奇異公司 也在同一時間 宣布要一分為三家公司 為了更加專注於不同業務 讓部分企業掀起分家潮 華語新聞大家的您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開啟小鈴鐺 並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按讚 161 請訂閱按讚 有些鈴鐺 請訂閱按讚